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最近戴口罩了吗? 包子疫情的传染性其实是蛮严重的,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哦。 那么本期视频就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台湾真的落后吗? 在中国,长久以来会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叫台湾其实很落后。 那么包括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听说过很多这样的说法。 那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真实的呢? 那么就是很多中国人为什么会觉得说台湾落后呢? 那么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本期视频要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去的都是景区,也就是像如说日月山,阿里山,日月潭, 然后还有嘉义的小火车,或者是因为大多数景区包括台东,花莲也好,因为他们往往都在很偏远的地方嘛。 所以这其实就是很多就是中国的普通的民众会觉得说台湾很落后的原因,但其实台湾是不落后的。 如果呢,就是很多中国的民众,他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台中去看一下,或者是去台北的中山区,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双北,然后还有桃园的一些区去看一下的话, 其实台湾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是非常好的。 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等疫情结束能够有时间去看一下。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不要忘记点个赞, 还想看到更多视频的朋友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点击小铃铛,还可以收到频道推送的最新视频。 哦,不过,呃,不过本期视频并没有用三脚架录制,也是比较匆忙的一个视频,所以可能会看起来有点手抖。 下次应该就会用三脚架录制了。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家宝,我们下期视频见哦。